点半为止已经有233万人投票 撞下香港史上最多人投票的记录 二日前遭到港警开枪击中的21岁示威男子 他首度接受访问 他说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原谅开枪打中他的港警 就是这一枪 这个月11号遭港警近距离枪击的黑衣示威者周伯军 首度出面接受访问 21岁的周伯军遭枪击急 抢救后失去了右侧的肾脏和部分肝脏 现在人无法站直走路缓慢 因为插管治疗受访时声音沙哑 虽然港警解释当时开枪是怕男子要抢走枪支 但当记者问到周伯军愿不愿意原谅开枪警察时 他这样说 周伯军认为示威者不该为民主牺牲生命 因为这些本该是政府要给予人民的 他因非法集会试图夺枪被逮捕 但目前尚未被正式起诉获得保释 而开枪的警察目前已休假没有被停职 案件仍在调查中 香港理工大学遭警方围困已经来到第八天 但仍有30到50名示威者留守校内 有急救人员透露有至少两名示威者出现精神错乱的状况 香港24号举行区议会选举 各个投票所都加派 仿报警察戒备 区议会选举有点像台湾的里长 主要是地区性的服务 不过因为反修例运动 也变成了民主派跟建制派的对决 反修例示威持续五个多月 社会严重撕裂 民众为了表达立场 投票所从一早就出现长长人龙 年轻选民人数也增加 截至三点半投票率高达47.26% 连同投票人数双双打破记录 预计明天上午选举结果揭晓 记者综合报道